美国泳谭名将罗切特被禁赛14个月,因为发了一张照片,环球网报道记者查惜,美国泳谭巨星罗切特再次陷入困境。 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7月23日报道,两个月前,罗切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接受静脉输液的照片,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因此对其进行了调查。 据报道,这位曾获得六枚金牌的永谭名将,已经被罚禁赛14个月,禁赛时间从5月24日开始,值得注意的是,USADA并没有发现,他注射了任何违禁物质,问题是他注射的剂量,USADA不允许运动员在12小时内接受超过100毫升的静脉输液,除非他们有特殊豁免。 罗切特这次被禁赛骑马后,届时距离东京奥运会,将只剩下一年时间,而罗切特当下已经33岁了,此番禁赛对他的东京奥运之旅,必将是一巨大打击。 莱安·罗切特·莱安·罗克特是美国全能游泳运动员,此前,他刚刚从一场为期10个月的禁赛中西满脱身,原因是在里约奥运会上谎报被解,并上交了因里约奥运所获得的10万美元的奖金。 自2004年代表美国出展雅典奥运会以来,罗切特已经连续参加了4届奥运会,共计得得12枚奖牌,其中金牌6枚,银牌3枚和铜牌3枚,他是禁止穿着快速高科技泳装后,第一个打破长池世界纪录的人,也是禁止穿着快速高科技泳装后。 第一个在个人单向上,打破短持世界纪录的人,运营人员,董敏MZ011。